温暖的阳光,洁净的海风,美丽的大海 人们被大自然的魅力所吸引,纷纷来到冀州 人们暂时停留在这里,享受闲暇时光,进行自我充电后再回到原来的地方 但也有一部分人会留在冀州岛,用自己的力量为冀州注入活力 他们就是海边石荒,把冀州的海洋垃圾变成绝美的艺术品 在海边剪的玻璃碎片已经拖出锋利以及肮脏的外衣 遥身变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原型闪光的花瓶 第一艺术的海洋了一点的海洋垃圾 我们对海洋垃圾的海洋垃圾 我们跟海洋垃圾的海洋垃圾 在海洋垃圾的海洋垃圾 与海洋垃圾的一旦每天都没有工具 copy冻 海洋垃圾的海洋垃圾 也有一些海洋垃圾的海洋垃圾 垃圾问题的严重性人人都知道 为了一起解决而进行了本次活动 特别是把自然的珍贵 以及垃圾的利用价值告诉给成长的孩子们 很多污垃圾有很多污垃圾 很多污垃圾有很多污垃圾 他们在这些地方是什么 会有的思考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污垃圾可以使用的东西 选择多污垃圾 但是它们有的工业品 也有的工业品 所以我们会很容易 把污垃圾的东西 股东西有很多不同的思考 既保护环境,又能做成漂亮的作品 这么好的一件事,是谁开始的呢? 在冀州开展海边石荒运动的人 都来自于一个名叫多才多艺的民间团体 他们的工作场所位于 冀州市雅悦艺丰城里村 这里原来是个柑橘储存仓库 在这里,即使是被丢弃的海洋垃圾 也可以变成饰瓶、杯子、花盆等珍贵的物品 这全靠多才多艺工作室的六名年轻又有才华的艺术家 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和超凡的手艺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出生于不同的专业 究竟是什么力量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呢? 这里是特勿请了日本人的海洋 有些人的海洋 各自在一起新的海洋 有点氛GS中的海洋 亚洲的水泳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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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场地时常会变成分享的场所 这里向所有想了解 想学习海边时光的人开放 亲自动手体验制作 虽然人们还不太熟练 但是都试图制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 在季州留下的一次特别的经验 每当看到亲手制作的作品 就会想起在季州度过的美好的记忆 我们是在这种旅游泳装的旅游泳装 成立了一步的准备 多彩多役聚在一起 以艺术的方式解决海洋垃圾问题 他们的目标是解决垃圾问题 保护美丽的季州大海 他们的活动已持续了三年 虽然不凸显 但是始终不渝 他们展现了季州潜在的可能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